第三十五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P4跟P5 我們都垂直上升了76公分拱柱高 所以P4跟P5就是脫離切離真空 它的大氣壓力為0 而我們這邊是P3 加上這一段的拱柱高 會等於我們的一大氣壓 所以我們的P3就小於一大氣壓 而我們的P2 這個P2就會等於我們的一大氣壓 所以P2就等於一大氣壓 而P2我們發現 它不僅是在這個水平面上 還壓進去更多 所以它壓力會比我們大氣壓力大 大多少 大了這一段的我們的拱柱高的 的氣體壓力 所以我們的P1的氣壓是大於P0 一大氣壓的 第三十五題問我們說 哪一個管子內壓力大於P0 我們答案選的是A P1